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其实同时美国另一路人马 沙利文去了印度 还有日本 他其实最明显的就是 对冲布林肯去中国的影响 就是稳定盟友 很显然 他向中国示好的同时 其实也就是意味着 之前跟他干的兄弟 他必须得解释 这个沙利文就在日本东京表示 布林肯预计他的中国之行 不会取得突破 美国更关注印度总理莫迪 下周访美 那么沙利文这个话 无疑就是想向外界透露 第一就是美方想要告诉自己的印太地区盟友 虽然布林肯访华意味着中美重启高层接触 但是要盟友放心 美国拉拢盟友遏制中国的战略没有变 还有就是虽然布林肯访问中国 但是美国对华外交战略目标 仍然不是为了让中美关系变得更好 而是仅仅是为了防止中美关系变得更坏 仅此而已 也就是不让中美直接发生冲突 第三点可能就是沙利文要给印度莫迪戴一顶高帽 实际上就是在搞定日本、韩国、澳大亚、菲律宾之后 然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不惜代价搞定印度 印度为什么重要 因为俄罗斯和印度可是咱们说这个关系不一般 尤其值得注意就是美国驻印度大使 他就表示过莫迪访美将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 沙利文在日文呼吁说 美国预计印度总理莫迪访美期间 美印关系将会出现转型时刻 那么什么是转型 这个意面理解就是 美印关系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质变 这就很容易让人联系到 美国极力拉拢的印度 他这个目的其实就是阻止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那也就是说这个质变就是印度远离俄罗斯 印度有可能要放弃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战略 从而跟美国变成准盟友甚至盟友关系 那到底会不会呢 咱们看看印度人这个尿性 我觉得哥们肯定是要把糖吃掉 糖一炮弹嘛 糖吃掉 这个蛋呢 最后到底扔不扔还不一定 假如这个美印关系真的发生某种质变 那走向结盟准结盟 那么对印太地区的政治安全 那可能就会发生巨变 那假如真的话 那么意味着俄欧冲突 这个导致印太地区政治安全格局 发生变化 也就是美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四国关系 会发生最深刻变化 一方面是在过去中美印俄四边关系里边呢 中俄印三边互动比较密切 美国基本上处于局外人状态 那中俄印三边关系典型特征就是 相较于中国的关系 印度跟俄罗斯走得要更近 印度甚至一直在利用俄罗斯 尤其是利用俄罗斯的军事装备 在制衡中国 那么在俄乌战事发生之后 印度态度发生一个明显变化 也就是开始跟俄罗斯保持距离了 尤其是准备摆脱对俄罗斯军备的依赖 转而投向美国 企图转而抱美国大腿来支撑中国 那也就是说印度 原来是中俄 印三边关系 已经替换成了中美印三边关系 印俄关系逐渐被印度变化了 也就是说这次莫迪访美 如果是质变 原先自己定位发展国家 并且加入上河组织 金融国家组织印度 可能就会更加的左右逢源 不仅在发展国家吃得开 而且还可以跳到发达国家阵营 投入到印太战略了 甚至不排除未来还会加入被号称 这个复国俱乐部的季期了 那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馅饼 那另外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俄罗斯的变化 原来俄罗斯大国外交战力 一直在中欧之间寻找平衡 还有就是中美之间寻找平衡 还有就是中印之间寻找平衡 在日中 中韩也是寻找平衡 但是在俄欧冲突发生之后 俄罗斯向西的通道 就通往欧洲通道完全堵死的情况下 跟美国关系又彻底搞砸 那东方与南方 尤其日本韩国 彻底倒向美国这个时候 印度现在也可能止变的情况下 意味着俄罗斯唯一一个方向 就是倒向中国 那意味着印度总理莫迪 如果是访美签了什么这个止变的协议 那意味着俄罗斯将彻底倒向中国 那就是俄罗斯唯一出路 就是中国友好了 也就是说俄罗斯会拿出更多利益 与中国交换了 这个中国乐见其成 冷战结束之后 印太地区政治安全阁 就会发生巨大变化 就俄罗斯历史上真的是第一次 立体上真的第一次依靠中国 而且是我觉得跟这个成不成心没关系 是只能依靠中国 就像巴基斯坦一样 又来一个俄帖 就这意思 因为他别有选择 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 也不是因为他多了解中国 中国跟巴基斯坦关系 是因为巴基斯坦人惧怕印度 那现在看的非常清晰 被围堵的俄罗斯 可能整个战略重心就转向中国了 冷战结束之后 这种变化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印度这一举动一定会影响俄罗斯 印度脱俄入美 导致印度加入美日澳韩这些阵营 俄罗斯会进一步深化和中国的全面合作 那也就意味着 亚洲会发生一场巨变 那在即将访美的印度总理莫迪 在20号 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他的文章 说即将启程访美之际 莫迪称赞了印度和美国之间的 日益增长的国防合作 说印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 两国领导人的互信达到前所未有程度 这其实让俄罗斯人听着色色发抖 莫迪在新德里的总统 总理官邸接受采访 谈了相关关于印度外交 现代化建设经济发展话题 就试图将印度描述为一个 为全球南方国家 所谓的天然领导者 坚称印度 理应在全球政治中发挥更深入 更广泛作用 莫迪就是意思很简单 要寻求多元化供应链 跨公司要开始在印度建厂了 他说让我明确一点 我们不认为印度会取代任何国家 我们将这一进程 视为印度在世界上获得应有地位的步骤 印度又与俄罗斯关系密切 俄罗斯为印度提供约50%的军事物资 其中包括武器弹药 坦克战斗机 S-400 现在看着印度又寻求 与多个大国合作 促进印度利益 俄国冲突爆发之后 他现在选择与俄罗斯保持距离 现在看着莫迪说 他已经多次游戏总统普京 乌克兰总统特莲斯一通话 印度会竭尽所能 支持为了结束通都 保持持久和平 稳定所做一切努力 印度莫迪也谈到与中国关系 他说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定 对印度 中国双边关系至关重要 印度主张遵守法律 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断 莫迪还认为联合国 等国际组织要改革等等 咱们注意9月份G20 中美领导的人都要去 也就意味着这次莫迪访美 如果达成某种共识 或者某种具有纸变的协议的话 那么一定会在G20上有所表达 咱们通过G20就可以来分析 未来印度的走向 那么俄罗斯也会通过 跟印度的直接关系 来与中国发展更密切关系 现在看俄罗斯没有别的选择 世界上看来只有中国 对俄罗斯敞开大门 所以会不会再出现这么一个俄体 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民族 咱们加一个引号特点 这个特点确实是历史上 有过鲜卑当年也是这样 现在看印度国内 还不一定是认为莫迪政府需要转变 现在莫迪想访美之前 印度国内对美国要开价了 要1000亿美元 说要兑现援助承诺 这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印度国内对于这个 尤其是电力 他们对美欧的补贴再生能源产业 认为这种做法是虚假的 所以发达国家是始终在告诫世界各国 自由贸易如何重要 但是他们利用这个通胀学家法案 给别国设置变 所以印度的这个相关部门 对于通胀学家法案非常不满 印度的外长也是从公开拒绝了美国 要让他进这个群 表示北约加这个模式并不适合印度 所以也就是印度国内也不是铁板一块 所以他到底是跟美国人谈这个价码是什么样 反正咱们中国还得要观察 印度总理莫迪到底能不能质变 他的质变反正咱们要准备好 质变以后俄罗斯就是只有导向中国 对中国有利 那么如果没有发生质变 他还是搞这个 所谓的不结盟 那也就意味着美国 奥克斯联盟其实搞不成 咱们中国还是要观察 其实印度这种作法是非常不明智的 他两头都不掏 还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战略 实际还是因为战略 像当年咱们中国立刻就决定 这个事情该怎么办 他现在还是在两头套 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利的 印度是现在小心翼在维持和美国关系 而且还是想向外界证明自己是不结盟的战略 这暗含的是自己的政治盘算 就考虑到墨迹想访美 不排除想通过各种的给美国增加压力 来提高自己在美国的谈判筹码 感谢观看